下午3点,央视正式官宣,郎平最新身份曝光,球迷终于叛逗 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聊球,我是小明 在视频的开始呢,还是烦恼各位球迷朋友能够给小明的视频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中国女排最新情况 在之前作为中国女排来说,我们在试联赛中表现并不是很出色 也是让很多球迷比较失望,随着中国女排在本次总决赛中输给一大利率 我们也是正式的完成了此次比赛 中国女排将会在9月进行视频赛比赛 可以说目前来看,中国女排处于新楼交气的情况 张长宁和朱婷两大核心都是无缘此次比赛 作为蔡文来说,在接过郎平就编之后呢 对于整个中国女排也是有些机的调整 通过自己的经验,包括能够协调球员之间的特点 争取能够让中国女排重回巅峰吧 目前来看,作为蔡兵来说 她对于整个中国女排的一个调整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希望随着本次视景色的开赛 作为中国女排来说,能够让所有的观众再次的为中国女排鼓掌 除去中国女排在近期有LV视景色比赛之外呢 作为前主帅郎平,她的一些动向自然上方的球迷比较关注 郎平在最近也是正式的出席了一个活动 此前央视也是正式关心了这件事情 郎平呢,正式参加了央视的一个宣传活动 郎平是以嘉宾的身份参加了本次活动 可以看出,郎平的最新身份也是正式曝光了 郎平通过本次的最新身份,以嘉宾的身份参加了此次活动 也是更有力的宣传排球运动 也是希望能够借助自己的影响力 让更多的人热爱排球 关注排球事业 通过本次郎平的新职务,我们也可以看出呢 作为郎平来说,她也是虽然说没有担任女排主帅 但是呢,她也是没有闲着 也是希望能够用自己的晚年更多的时间来推动排球事业 也是基地参加各类活动 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热爱体育,喜欢体育 也是能够投入到体育的项目当中 也是能够投入到体育项目当中 随着郎平基地推广体育事业 可以说作为喜欢郎平的球迷来说也是非常高兴吧 也是为郎平点赞 我们希望呢,郎平能够在以后的生活中越来越好 好了,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民流球 咱们下期再聊